共産府总理 像是在基础建设、农业、工卫以及自通讯等领域 合作的成果非常丰硕 我们两国不仅在疫情期间相互扶持 也针对疫情后的复苏工作进行努力 包括妇女父权以及青年就业等重要课题 都持续加深合作来提升帮与照顾人民 上个月初台湾发生地震灾害 圣文森国政府和民意都在第一时间向台湾人民慰问之意 并且提供人道政绩支持 借这个机会我要再次向总理表达最深的感谢 圣文森国对台湾的重视和支持 也展现在国际场域 除了拱萨府 总理庆次在联合国大会 为台湾的国际参与仗义之言 圣文森国政府 也在世界卫生大会等国际场合 为台湾发声 我非常期待 未来新政府和圣文森 在国际上能够稀守努力 为全球的繁荣发展 做出更多的贡献 最后再次欢迎拱萨府总理阁下抗力 以及各位贵宾来到台湾 也祝福访问团圆满顺利 谢谢大家